崔委員好 我想這個大概都是有可能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要去在意它 那真正的還是要來做一個分級分流 那我們這邊是提出來就是說 這個國家金融隊分級分流的機制呢 要建立配合一個融資診斷的平台 那像剛剛前幾個委員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4點多天或3點多天 其實我們真正的要建立配合一個融資診斷的平台 我們每個禮拜跟百公百業在座談的時候 他們面臨到的就是說 你在前面的前置作業 只要是文字或者是前置作業不符合的 它都不會列入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有一點取巧 那我希望部長能夠去注意到這些事情 因為過去有一些中小企業可能也少跟銀行做一些貸款的部分 其實他們是不熟悉這些行政業務的 可是當他一大堆要寫一大堆的文件的時候呢 那個銀行的就會跟他講說 這個還不算開始我們紓困的時程 這個大概是我們百公百業聽到的心聲 那分享給部長 但是我今天 部長要回答嗎 對我想委員這樣子 因為比如說各個我們工股行庫都有各個 比如說銷金、法金跟這個個人金融的這個部分 他們都有各自的這個承辦人 那因為我們為了要達到這個快速辦理 通常會有一個單離床口來處理 那先受理然後再獲送到各個部分去審理 我知道 所以這個時間上一定要這樣 部長你要知道你的1988已經是被打爆了 他們的負荷量真的是也很大 但是今天這個 經濟部在管 經濟部在管 好 那個我今天還是要講一下我們 五月一號要繳稅了啦 是 來看我的第一張史萊的 那個 部長大概我給你下的標題就是 財政部的紓困方案呢 聊勝於五 聊勝於五 大概你截至目前 其實我們有很多委員都有一些的建議 比如說前天時代力量做一個民調 85%的民眾希望能夠減稅 那我也提出來 地方的房屋稅跟地價稅 由地方來減稅 那希望中央能可以補助 那部長也覺得這個不可能 再來就降營業稅也不可能 那有很多的稅法看起來呢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那個報稅這件事情 五月一號延到六月三十號 或者是說 可以來申請延期 或者是分期缴納齁 那我的想法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幫助到的人 事實上真的是有限啦 那當然我也沒有很刻意就是說 在這個紓困財源的一個稅計上面 其實要減稅或降稅 其實會引發一些租稅正義的討論 那我想這個朝野目前沒有共識 我並沒有想要去強制 部長一定要去接受這個 降稅或減稅的部分 但是我在想就是說 如何在我們的稅法下面 不修法的情況之下 實際幫助到一些中小企業 下一頁 那還是呼應一下那個行政院長 要寬一點快一點跟方便一點 那這個金像稅額 部長你記得吧 這四月十三號我跟你提了 那提了之後呢 部長也答應了 但是有很多的公司 還要打電話到我們辦公室來問 現在就在我們打電話去問結果 現在是說要等個公文 我不曉得這個公文已經 兩個禮拜第三個禮拜了 到底要等多久 這個部分 我想 因為 但是現在 但是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的 如果說因為他近向稅額大於消向稅額 導致他有益護稅額的時候 那這個益護稅額要不要退 那個按照營業稅法第三九條的規定 那這個本身就有退稅的機制 那如果有特殊的情況的話 那麼營業人可以來跟財政部申請 那目前我們已經 折成這個台北國稅局來研議 第一個標準 通案性的標準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不是說我們故意再拖延 你還是要有一個通案性標準 不能說這個這個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是不是要呼應一下行政院長的寬一點快一點 到底是符合哪一項 寬一點快一點方便一點 對 那我們一定會依據 營業稅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來進行 那可不可以快一點 會當然 應該是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可以會有一個結果 可以一個禮拜內 因為已經五月份 因為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營業稅法授簽財政部 所以我一定要定一個相關的這個標準來做 OK好 謝謝部長 來下一個 在所有的稅法裡頭呢 我想再幫這些中小企業提一個 就是營手稅的擴大書審要點 能夠調降書審的存益率 部長這個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知道齁 那根據守得稅法的第八十條 有三項的一個標準 那我大概我們團隊研究了一下 大概就是可以把這個擴大書審的存益率呢 可以來做一個調降 那個所得是明年申報所得稅的時候才會 好下一頁 那我們可被兩年都來講 所以委員這個所謂的所得額標準 或是同業立任標準 那是一零八年的標準 一零八的時候基本上是今年要申報 可是一零八年的時候 疫情都還沒發生 對 真正在一零八年一月二號公佈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要用新的標準去適用已經發生的所得 這個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很難 對 那一零九的話 基本上我們看疫情發展的情況 我們也正在了解這個整個情況做一個調查 因為這個標準不是說隨隨便便的 我們財政部做了就說了就算 還是要透過各個工會 各個同業工會 還有各個比說會計師事務所相關的這個 他們的了解以後 我們才能訂定一個標準 也不是說我現在財政部說 要降就是降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一點還是請委員 這個能夠 能夠再去討論一下嗎 我知道這是一零八年一月 我們一零九年 一零八年適用的就是一零八年的這個標準 是 那一零八年的所得已經發生了 那所以他也就是適用去年的標準 但是在今年所得最申報的時候 那麼如果真的有問題 那麼我們提供了這個 這個延期分期繳納的措施在這裡 那麼我們 我們基本上他如果企業提出申請 營利事業提出申請 我們也會從寬來處理 OK 那明年呢 明年可以討論一下嗎 一零九年當然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們可以 目前 我們之後會 會跟各個工會 還有各個會計師事務所 還有這個記帳室相關的這個 這個工協會提供相關的資料 我們來做一個通盤性的一個檢討 那當然這個部分 也要看哪一些產業真的是受到影響 那麼他的這個所謂的 統一例認證也好 或是這個 所得標準 會有一些差距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標準 財政部還是可以去討論一下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嗎 是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我想我還是跟你理性討論一下 在這一波疫情之間 財政部到底怎麼去幫我們的中小企業 當然有些他有賺錢的 我們也不會 我們大概也不大需要 那個財政部的關愛或者紓困 但是確實有很多的行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 一些零工企業都 其實都受到這樣的影響 所以呢 提出個 我想我也不會去很胡亂的 說說 胡亂說一些不修法的一些建議來給財政部長 那因為還是符合那三個條件嘛 蘇院長的條件 寬一點 所以可不可以請你們再討論一下 寬一點 快一點 方便一點 其實寬一點跟方便一點 事實上是一樣的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行政的一個 程序就可以去決定的 我想大概就還是要請那個財政部 大概還是要好好的去研拟一下 然後 因為 接下來下一個 最後一張 這個大概是這樣 因為 引手稅的擴大 書審實施要點裡頭 他有說 申報期限截止前要繳清 因繳稅的款項 其實他有他的難度 這個我也了解了 我本來想說 如果你同意要去討論 或是 有同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不修法 就可以幫助這些中小企業 能夠減稅的一個方案呢 我就想要再提出來說 在今年或明年 申報期限截止前 繳清因納稅的一些款項這幾個字 能夠把它拿掉 不過看起來 因為部長看起來都覺得這困難重重 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要點裡面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了 可以分齊 就可以分齊了 所以就是你要能夠 你要能夠同意討論 來這個 引手稅的擴大書審要點 要能夠同意 我們才有辦法再接下去討論 那 其實在這段紓困期間呢 各行各業 當然也有賺錢 我們不可諱言 但是相對的 這一波的疫情呢 真的造成了很多的百工百業 真的是百業蕭條 那希望財政部這邊盡可能的 方便一點 跟寬一點的認定來 就從一些稅法上面 本席沒有要求你要去減稅 因為我覺得 租稅的一些正義上面 我想我們也沒有達成一個共識 但是就在不修法的狀態之下 我希望財政部能夠 能夠去寬裂一點 或者是方便一點 讓這些受影響的一些中小企業 能夠對他們有一點點幫助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蔡委員的指揮 下一個請